买房加专修一共都花了55万 想不到如今呢 50万都卖不掉 真是越来越不值钱了 哈喽大家好 我是小张又见面了 这几天呢 我一直就说在卖这个房子嘛 已经呢挂了好几个中介了 然后呢也有就说两三拼来看了 不过呢 现在这个价格呢 就说我呢 还有我妈都是很不满意的 我们这个房子呢 算是挺大的了 100多个平方嘛 130多个平方 然后的话呢 当初买的时候呢 花了40多万 再加那个专修什么的是吧 也花了10万块钱左右 随便改造一下嘛 一起的话呢 就花了差不多55万 然后呢 这个贷款的利息什么的 我就不想算了 现在的话呢 就说连50万都卖不到 所以呢 我觉得就是很亏吧 很亏本 然后的话呢 也觉得就说 现在这个房子啊 越来越不值钱了 觉得呢 跟我们以前买的时候 完全不一样啊 我们以前买房子的时候呢 是10年前 然后呢 那时候我觉得呢 就是买这个房子呢 很多都是供不应求的 你去哪里的话呢 就说那个房子 也不怎么筹卖 而且呢 选择也非常的少 户型呢 也很少 那个小区啊 楼盘什么的 就更加的少 基本上呢 那时候就说 哎呦 很火爆 这个房地产行业 以及我们这个房子 都基本上不愁卖 去哪里的话呢 是吧 只要你想买 还不一定有 想看中自己 合适的呢 也很难很难 所以说那时候呢 我也看了很久 看了差不多一个月的时间 才选定 想不到现在是吧 就过去了10年的时间 50万年都出不起 就是说觉得 哎呦 房子二手翻了 有点老了 这个专修呢 是吧 又不是我们喜欢的风格 这个户型呢 也不怎么好 反正呢 就是各种条毛病嘛 上次呢 给的最好的价格 是46万这个样子 有一个人呢 也给了个44万 有个人呢 也给了个40万左右 反正呢 就没有高于过 这个46万的 想出到50万呢 基本上就是说 很难很难了 除非说 遇到特别喜欢的 或是说 特别想买房子的 是刚刚有需求的 那有的呢 就是说 会考虑下 不过现在呢 也很难 因为的话 现在这个新楼盘呢 也特别的多嘛 还有的话呢 我们周边 全是这种小区啊 二手房 新房 一手盘 是吧 每个地方都很多 选择的话呢 我就觉得是眼花缭乱的 全部都是在建的 然后呢 要么就全部是建好的 所以说 现在你说 你买房子呢 都是供大于求的 只有是吧 有钱 你可以选择更好的 你不可能说 选不到 所以造成了 这个房子呢 很难卖 我妈妈呢 又一口咬定 就说 必须要50万 低于50万的话呢 就不卖 如果说 你实在是要出售的话呢 只能说 以更低的价格 把这个价格降得更低 这个样子 很有可能 如果说 像以前 像原价卖啊 卖个55万啊 基本上呢 估计呢 很难卖的出去 永远呢 都卖不出去 但是呢 现在我又比较着急 因为呢 小局也是把老师在这里 繁衍什么的 搞得我就说心繁意乱的 我都不想跟他在一起了 我妈妈呢 就说把房子过户给他也好 我就想着嘛 过户的话呢 其实也可以 但是呢 我又觉得过户的话 又一笔费用 如果说卖了的话呢 到时候呢 也可以去选择一个新的楼盘 选择就是说更好的户型 到时候的话呢 是吧 重新装修下 呃 换个环境嘛 换个心情 这样子呢 或许会更好一点 难啊 现在啊 所以说 买房子确实需要很谨慎啊 不仅是我这里啊 我朋友呢 就是说在另外一个地方 是吧 我们室里的另外一边 也买了一个房子 当初买的时候呢 也花了47万的 这个样子 还不算装修 就是一个清水房 现在呢 那个小区有的就40万 呃 都卖不掉 有的呢 还送车位什么的 你说你这样子怎么搞吗 根本的话呢 就是说 一点都不抢手 一点都不热门了 短时间内呢 估计也是挺难了 挺难卖得出去了 着急呢 也没什么用 所以说呢 现在我觉得 如果当初的话 就不应该买这个房子 或许呢 那时候把钱存起来的话呢 还更加好一点 现在的话呢 赚钱又难 然后的话呢 工作也不好找 每个月的收入也不高 其实呢 工作房子啊 这个压力呢 也是挺大的 明明呢 什么都没做 如果说把这个房子卖了 估计还得亏个十几万 是吧 那这样子就感觉 得不尝试了 心里面呢 也很不是滋味 觉得呢 不升职就算了 还降价 你说这个东西怎么搞嘛 所以说 买房子还是需要谨慎一点 以后的话呢 做事也不用那么冲动 好好考虑吧 谢谢大家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